大家好 欢迎来到杨唐军故事会 每个领导都有自己的底线 一旦你破坏了领导的底线 有可能会让遭遇到较为悲惨的下场 魏征生前敢于近年深受太宗赏识 为此还让自己的女儿嫁给魏征之子为妻 这些现象仅存在生前 魏征死后太宗撕毁婚约 砸掉墓碑 就连已经答应魏征的婚事也作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事情 无论是哪位皇帝都有不可触碰的逆临 这个逆临便是造反夺取他的皇位 所以只要谁触碰这个逆临 这皇帝都会追求首范和他的同党 那不少忠臣孝子 因为猜不透这个皇帝内心选择造反 最终自己落得一个悲惨下场 那他的附属人员也同样被追究责任 或者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 贞观17年 魏征的生命进入最后时刻 这太宗文芝立马去探望 那到达魏征家后 他让左右这个侍从退出 和他交谈了许久才回宫 不久后 李世民带着太子李承前 恒山公主再次来到魏征家中探视 魏征得知后 立马是穿戴上朝服 打起一百个精神 来见太宗最后一面 这太宗见到跟随自己一辈子老臣 到了告别时刻 这内心也很悲伤 便直接告诉你有什么想说的 这魏征费劲的说 寡妇不愁织布的违宪手 而忧虑宗周的威王 从魏征的举动可以看出 他在担心自己儿子 这时候他的长子魏淑玉就在面前 那太宗见状直接将自己的女儿 恒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 魏淑玉 并对魏征说 魏公 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 但魏征已经身体衰弱到 无法起身谢恩了 几天后 魏征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魏征走后不久 他的好学生里程前选择造反 造反理由是担心自己太子之位被李太夺走 那这次造反有不少人支持 其中有两个重量级人物 他们分别是侯军级杜正伦 这二人和魏征关系不错 还被其举荐担任过宰相 那李成前案发后 太宗怀疑魏征是不是同党 是不是其中重要人物 就这样 太宗对魏征有了些许反感 这太宗对魏征产生了怀疑后 便开始找相关证据 来确定自己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 相关证据很快由建议大夫楚隋良递交上来 早期楚隋良主要负责记录皇帝日常 以及跟这个大臣来往的相关历史 他的职位就等同于一个使官 过去魏征曾经将自己要写给皇帝的建言 拿给楚隋良看 根据相关规定要求 给皇帝的建言谁都不能看 而且也不能做相关保存 魏征没有遵守规定 将他要给皇帝的建言给楚隋良看 他的举动仿佛在告诉所有人 我要楚隋良把这些内容写到史书中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不是所有事情都能记录在史书的 太宗在了解到前因后果后 十分生气 直接取消了魏征之子 魏玉淑和恒山公主的婚事 并派人砸了魏征的墓碑 从太宗可以看出他对魏征失望透顶 可就算如此 可他依旧没有追究相关人员 而是以较为低调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情 太宗之所以这样操作主要是宫廷和朝政的博弈 让他只能低调处理魏征一事 那李承前之所以会造反 主要是有人怂恿和鼓动 才会做出这个举动 让李承前做出如此愚蠢举动的人 是侯军吉 由于李承前是比较软弱 这让太宗对李太很是喜欢 侯军吉作为太子坚定的支持者 十分担心太子会和李建成一样结局 因而他觉得必须做出行动 夺取皇位 让太宗退到幕后 那李承前成为大腾下一任皇帝 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李世民的责任 毕竟他通过玄武门之变 夺取了李建成的皇位 那这让他的儿子察觉到李建成 有可能倒台后 迅速对皇位是产生兴趣 而这些王子后面都有一帮大臣 这些人希望自己能有拥戴新军的功劳 那这些王子后除了李太外 李治也是强势杀出 他的出现让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会发生变化 主要是长孙无忌这位朝中大佬和储隋梁 关系不错 早期长孙无忌支持李承前 毕竟这个太宗亲典的接班人 而且他还是自己外甥 这两层身份存在 让长孙无忌觉得必须支持李承前 然而就算支持也不能较为明显 毕竟胜意难为 说不定哪天李承前就出现问题 因而弱弱支持即可 那由于长孙无忌支持力度不强 因而魏征和侯军级成为了李承前最亲近的官员 那李承前谋反被废后 这李太成为了太宗眼中最佳储君 可是长孙无忌储隋梁并不看好李太 于是他们站出来推荐李治 毕竟李治是自己的外甥 他登基后能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既然这二人要推荐李治打击李承前的势力 以免他们支持李太 毫无疑问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个时候 这楚遂良站了出来 说魏征曾经将他写给太宗建言给他看 楚遂良之所以会出卖魏征 主要就是他想通过出卖魏征一事 为自己的仕途博弈 确实他的举动激怒了太宗 很快魏征儿子和公主的婚事被取消 墓碑也被砸掉 这个举动在告诉所有和魏征走得近的人 你们该做出决定 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出 仕途博弈充满刀光剑影 随时随刻都有可能要人命 因而不少人在为了自己利益 做出了让人想不到的举动 完全正常没问题 魏征会有不好的下场 主要就是陷入这个朝局的斗争 有人希望借助魏征一事 让一些人知道怎么占位 从而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然而魏征死后的不公 并不是太宗一定要这样做 更多的原因是被旁人点火 所以在其怒火消散后 就会恢复魏征的命运 公元645年太宗亲征高离 尽管取得胜利 班师回朝路上 叹息说 魏征若在 不使我有事行也 这意思是说如果魏征还在的话 就不会让我来做这种不赚钱的买卖了 于是招魏征的家人到行营 赏赐魏牢陪侍 并重新立起墓碑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这辈子也值了 毕竟有李世民这样的领导 虽然他一瞬间对魏征不满采取了不好的措施 但在其怒吼消散 原谅了魏征 也封赏了他的家人 因而我觉得李世民无愧千古一军 他的眼光胸怀让人敬佩万分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 我是洋堂主 关注我 齐齐都精彩 各人敬佩